走进萌丑世界发现更多乐觉 哈喽这是萌丑俱乐会 我是肖肖 我们都知道 比特犬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犬种 强大的战斗力就算是遇到了野狼 都敢上前去挑战 而且一旦打斗起来 比特犬体内还会分泌一种物质 就是会让它感受不到痛觉 所以就会越战越猛 而猎狗作为非洲大草原上的二科 实力自然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掏钢技术 这残忍的捕猎手段 让所有动物遇到猎狗都得忌惮三分 就连草原之王狮子也不例外 那么如果将比特犬和猎狗关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最近有饲养员就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看吧 这个饲养员在很早以前 在草原上捉到了一只裸单的小猎狗 于是便把它带到了家里饲养 随着猎狗一听天长大 饲养员觉得它有点无聊 于是就想给它找个伴 但又非常害怕猎狗会欺负其他动物 接着就往里面放了一只比特犬 只见比特犬进去之后 原本凶猛的猎狗突然就变得老实起来 虽然这只比特犬非常小 但是猎狗也没有攻击的打算 反而是比特犬非常温和地和猎狗套近乎 两个家伙就像是老朋友一样 没想到两只凶猛的动物放到一起 竟然是这种画面 不得不说也真是够奇特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留言互动 小小会每天翻开留言区回复哦 想看更多优质视频请点击左下方